這個年期和營運狀態其實現在是怎樣的 是不是已經是老化到不可以再用耐力下去了 就是一定要這個時間換的 其實這個是我們有周長的計劃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金屬調價都是由開線到現在 雖然我們都找其他工程師我們看過那個狀態良好 但我們都覺得在一個更新的計劃裏面 我們需要有一次性的更換 我看到油麻地站附近的隧道要更換這些懸掛電纜的吊架 但為什麼會牽連到四個站 觀塘線太子制度荷民田站 還是只在油麻地這個隧道的位置影響範圍到幾個站 為什麼會這樣 是這樣的 因為在油麻地的交叉導線裡面 其實我們的吊架本身都有很多的吊架在上面 我們需要其實這個工序會很繁複的 我們需要將電纜移除 也都要將我們本身行車的高壓電 我們就需要隔離 因為最主要是電區的影響 我們需要在太子至荷民田整個電區做隔離 以及要配合我們的車務調度的關係 来的